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我们这六年来的成长 在学校一起参与的服务 协助各项活动发挥热忱 所知所学用来回馈社会 即将迈向另一个新的人生 祝福我们迎风展翅飞翔 我们请线上毕业生跟所有来宾挥挥手 谢谢大家 载着倡扶国小第十九届全体毕业生的列车出发了 在六月七号当天 毕业生们曾回校 我们一起唱过校歌 今天在线上聚首 让我们一起在线上回顾当天的影片 同时我们也可以开麦克风 一起高歌 这是一个网站补郭 和百姓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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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要请 昌福号列车长 昌福国校大家长 林列群校长 为我们致辞 廖会长 各位贵宾 老师 家长及同学大家好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原本计划实体办理的典礼 因为疫情的变化 疫苗的施打 把我们的计划 规划都打乱了 毕业典礼只能采线上的模式 这些变化冲击了学校原有的活动安排 但学校老师还是克服了障碍 在星期二全体毕业生先行返校 举办了一场实体的颁奖仪式 今天我们举行线上毕业典礼 结合虚拟与实体的方式 给这一届的同学留下不一样的毕业记忆 也让同学们了解仓服国小老师们的用心与祝福 这三年与同学的相处 不管是上课下课 上学放学打扫时间 很多时间可以和同学打招呼聊天 综合这些观察 校长送给同学几个建议 一 永不放弃 这一届的学生是校长从四年级相遇 许多同学的学习 有非常大的转变 不论是林佑县同学的鼓针弹奏 文豪同学的棒球技术 都有显著的进步 我也看了六年三班在图书馆的戏剧表演 为了排演西游记 在道具制作上 大家尽心尽力 排演时为了要把一个走位 一段话讲好 一再的反复练习 时间一久 不耐烦的气氛逐渐蔓延 幸好老师适时排解 才将场面稳住 最后也顺利完成了表演 获得如雷的掌声 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没有永不放弃的决定 怎么能展演出精彩的一幕 同学们的许多表现 都展现了永不放弃的精神 二把握当下 与同学相处的时间中 我们会在不同的场合中相遇 会墙后援家长会 会长廖义伟会长 为我们说话 亲爱的同学们 BLO或许让人有些感伤 但也许让我们有成长的机会 在生命的过程中 有些场合需要离别 但毕业不一定是结束 而是另一个新的学习的旅程开始 学业可以毕业 但学习不可以毕业 所以会长希望各位毕业生 都能秉持活到老 学到老的精神 努力学习 时光可以毕业 但同学的友谊不能毕业 所以请大家记得 有空时候 记得要常常保持联系哦 会长恭喜所有毕业生 即将带着丰硕的成果 与市长 在课业上 在各项比赛中努力不懈 今天荣耀是属于大家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 美国知名歌手 乡村歌手 泰勒斯 近日在纽约大学 荣誉博士的演讲中 说到 学会取舍 拥抱尴尬 努力才是最酷的 人们总觉得 犯错等于失败 等于失去幸福的人生机会 可是泰勒斯的经验 却不是这样的 他说 我犯的错误 为我的生命带来最美好的事情 搞砸某件事后的尴尬丢脸 也是人生体验的一部分 Getting up Dusting yourself off 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 看看身边还留下了谁 笑一笑 这是你生命的礼物 以泰勒斯的 这个演讲 与本届 哈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刚在下课的时间 我来分享的 顺便播放 有什么需要昨天直播 我还是觉得有点骄傲 这个影片 我把它收回来 昨天 昨天我们早上9点开始直播 那到今天有3486人是观看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 这一届才65个 这一届才65个 好来 那等一下呢 我现在回应大家的问题 我讲说 我是电脑的高手 所以我对这些都很熟 来 我们先来跟大家提一下 等一下 我会把我怎么做 跟大家做分享 那其实分享 我说很厉害 其实都是在学习中 每次都在学习中 没有人天生很厉害 没这种事情 我昨天在直播所以出嘴 如果你昨天看我影片 有些地方没有声音 对不对 我不小心按错了 刚刚也是一样 我刚刚以为校长是使用分页的方式 那后来我把麦工关闭 他不是 所以Google面 其实有时候 那是我刚恍神了 来 那这个回应过问题 我们就不看到 两盏灯的型号 我等一下我请书 我们那个我太太查一下 再跟大家提 那这个回应过了 对不对 例如Sony的触控笔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如果有可能 你应该买Apple Pencil比较好 因为他有感压 现在一般副厂的笔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都没有感压 真的画图的时候呢 来 我跟老师再强调一下 这个 最好的绘图软体 Procreate 强烈建议 这个是在iPad评比 评比是 江湖排行榜第一名的 你学校团体购买的话 如果Apple MDM购买的话 一套才153块 如果单人买300 我讲说单人买都划得来 因为什么 他一辈子授权 而且在iPad机器里面 如果我有好几台iPad同个账号 都免费 所以其实老师 我建议你个人也可以买这个 Procreate 那我们上次绘图比赛用的是什么 这个叫minibang 这个比较好 他广告 那付的钱也比不过Procreate 这个 那接下来 刚好键盘声音明显 我第一次 平常直播都我一个人 我忙得要命就不会敲 刚好我在回复YouTube的问题 跟解答 那刚好 来老师看一下 麦克风在这 那我在旁边打字 被他收进去了 那这个也是老师提醒我才知道 这个 那投射的地方 呃我们呢 我们是圣源大电视 新北市的 圣源大电视呢 你要去装e sh e share 这个 同时可以九台平板投影上去 所以我们那个因为老师 一文老师 他上个时候让小朋友 把自己画全部投影上去 我们是分六组 所以刚刚看到六个画面很棒 好 再来 持效 谢谢 谢谢志宏老师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提 我看看 我们还是上课了吗 现在上课了 哈哈哈 为什么我们这边没有声音呢 老师 我有听到你的声音 你们没有听到我声音吗 没有声音 有声音哦 有声音啊 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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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么直觉 如果大家都没声音 那就是我的问题 不会说我的声音 只给谁 只给不给谁 没有这种机制 老师 你可能再调一下看看 你可能再调一下 好 谢谢 来 那来看一下这个 等一下我会把 OBS我怎么做示范给大家看 那跑马灯 我跟老师提一下 这个李正普老师非常激起 他问好多问题 也谢谢你 你问你的问题 可能也是别人的问题 那这个跑马灯 我讲实话是OBS内建的功能 OBS是一套免费的直播软理 它是我看过最强的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有钱就要像视听中心一样 像以前 台湾省教育厅补助各县市 有个视听中心 一套设备三百万 新北市也一样哦 那都是用硬体 硬体是最省事 最简单 效果最好 可是就需要钱 还需要人 第一个 一个设备补助下去 并不代表 这个设备很好运作 那OBS是穷人的直播软体 它可以把电脑里面的功能 整合进来 它可以整合很多东西 那我在YouTube有教OBS直播 那待会再给老师看 那直播有没有 FB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如果你再直播 一定要使用YouTube 用FB不行 FB它会挡 YouTube里面大部分全世界 大部分的唱片公司 都跟YouTube谈好了 如果你使用 像我昨天使用的张惠妹的歌曲 张惠妹的歌曲 不是有版权吗 太好了 你使用这些唱片者的歌曲 你传上去 他会把你的直播影片 自动加广告 然后广告的收益是归 这家唱片公司所有 所以几乎98%的音乐都能用 有些唱片公司跟YouTube 不想跟他谈 那不想跟他谈 老师会不会被告 不会 你传上去立即会被消音 所以其实如果在做直播 你选的音乐 其实应该可以先 直播你本来就应该先测试一下 对啊 那待会再跟老师提 那FB可没有 FB跟所有的唱片公司都没有谈过 所以如果你要用FB做直播 你只要音乐 有版权一上去马上封锁 因为声纹在比对非常快 各位理解吗 所以我是把它放在YouTube做直播 然后把连结再丢到FB做广告 在FB他不会直播 没有办法动态画面 但点下去可以 这是权宜的做法 来接下来真人研习 学习新的教育 这个 这个 老师其实我觉得有点辛苦 其实还是要办 最今年这两年 老师学习意愿比较高 因为线上研习 他老师非学不可 其他我们倒也不强迫 我们在学校研习 从来不会强迫老师 除了线上工具 我会叫他们要来 我线上工具跟老师报告一下 我们在校内办好几场 办完一场并不代表说他就会 我可能会再办第二场 有问题 老师真的要碰到问题 都会跟进行长求救 我都会很乐意帮忙 所以我觉得学校思想还好 不敢说每个老师都很积极 但是基本的能力应该都还可以 那直播 线上直播 我再往下 如果毕业点要线上直播 哎哪里啊 目前规划单眼相机当镜头 iPhone当辅助 我跟老师提一下 我大概你当然用单眼相机 我觉得能够把它接到电脑去 是比较好的 iPhone相机可以 我刚不是也把 我刚不是拿了一台iPad的 然后把我们电脑 这个智慧教室拍了一遍吗 我把iPad的画面投影到那个电脑 然后再把直播串起来 这个 那直播呢 没有用到四套电脑 没有啦 没有啦 直播从头到尾都一台电脑 另外一台电脑是在监控 因为OBS直播的时候 跟YouTube会有时差 一定会有时差 所以我想看看声音出去门场 另外一个OBS直播的时候 跟老师报告一下 有个比较大的缺点 我在我的电脑播影片 因为他直接送出去给YouTube 所以在你的电脑 喇叭声音不会出来 这是我觉得直播有点小困扰 所以我需要一台平板 或者一台电脑来监控 那时差会大概十来秒左右 来我简单问题就回应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OBS的部分 那老师有问题可以再来做回应 你这些讯息区再来提 我点一下讯息区 好第一个首先先来提一下 你们有问题就直接可以问 没关系 首先呢 老师刚刚有提一个问题 我看看啊 来这个我这边再回应一下 想到就可以问 等一下我再来介绍 这个 好这回应过了 郑普老师说1000个 YouTube直播要1000个人订阅 这个说对也对 说错也错 1000个人订阅才能直播 是讲的是手机 手机的Google账号 你必须你的频道有1000人订阅 你才能用手机直播 如果用电脑直播 没有 没有人订阅你都可以直播 老师清楚吗 如果是使用电脑来做直播 在电脑直播 不需要有任何人订阅 可是如果是手机要去执行直播 要1000个人没错 好这个 好来那跟老师报告一下 直播有个受限哦 来说你先看我的账号哦 呃 我的档案在哪里 我直接讲了 有时候早知道会浪费时间 我等下希望把OBS 比较精彩的地方跟大家做报告 直播就在YouTube 第一个 第二个呢 点这里就可以做直播了 你看一下 这个 不过跟老师报告一下哦 我都是用个人版账号做直播 因为教育版 像我们新北市有些学员 有些这个直播 为什么不用教育版 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在两年以后写定退休 那两年退休 以后我的教育版账号 就会被新北市删除了 我就不能使用这个账号 我不想把我东西挂在那两年以后 是要被清空 各位理解吗 所以我做的都是用个人版账号 教育版账号就是 教学生学习过程的过程而已 没有办法永远保留下来 我一退休 我的新北市交易局 我才能启用 各位了解吗 来 那我跟讲他原理哦 那顺便跟老师报告一下 OBS其实 我在YouTube做教学呢 你在YouTube打我的名字 打充型老师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 那OBS我稍微找一下 我是个很乐意分享的人 我本来打算说这次毕业店 要不要整个做 后来实在是太忙了 而且做毕业店已经够辛苦了 所以我今天连简报都没做 每户走力 走力弄得有点晚 那老师看一下 OBS 我找一下 一道对 我真的分享了五千 六千五百多个影片 对啊 好在这里 老师我这里有做 OBS直播的教学 当然这个教学叫做基本款 这个教学叫基本款 我要跟你讲的是秘笈 今天呢 我不是要从OBS 从头带你做 但是你也可以 看我从头带你做 来 接下来 那如果你OBS完全不会 各位可以进来这边看 那各位看一下吧 这个 使用那个YouTube做直播 我将会设定给你看哦 第二个 脸书做直播 脸书做直播 我讲一遍不好 因为你的音乐 就是个问题了 我们希望毕业店 有些很棒的那种毕业科学音乐 听了会让你感动的啊 如果你就使用那种免费音乐 我真的觉得感动不太了 因为那个音乐是有魔力的 OK吗 来 那这边呢 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这个OBS也可以入很棒的教学影片 好开始哦 首先呢直播我们来看一下设定 老师如果你完全没做过的话 等一下也可以把你的账号启用一下 再讲一遍要使用交易版账号 来 我要开始再做一次直播声给大家看 第一个 进行直播 你看一下哦 那进行直播的时候呢 左边这个地方这个是直接做直播 这个叫预约直播 我们一定是使用这个 那毕业典里不是 我等一下直播再告诉你吧 我们大概 大概前一个礼拜就公告了 因为公告槽有网址啊 网址转成QR Code 有网址 家长我们要发通知书给家长 对不对 来我做一次了 第一个在左边这第三个 安排直播时间 来这边把Create New 建立一个新的 看哦看哦 第一个标题 譬如说 要做什么直播啊 哈哈哈 好线上标诀 示范 OK吗 那第一个名称打进来了 接下来类别教育类 缩图这地方很重要 缩图就是一开始给大家看到画面 所以你可以做一张简报 好我随便丢个图进来哦 呃我丢个图啊丢个这个 啊这个好漂亮的一个猫咪这个 啊这个 一定是跟你主题相关设计过 OK吗 接下来 跟老师提一下哈 你在设定直播的时候 务必要选是不是儿童的 啊一定不要选儿童 如果儿童的话 我跟你报告一下 呃你在直播完以后 人家所有的留言都看不见 那我们昨天的直播 我讲之外 留言我已经看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侦测到Google很聪明 他要保护儿童 你看看哦 儿童专属直播 里面没有办法使用个人化的广告 跟聊天室 在直播当下 家长可以给我们回馈 老师可以给我们回馈 可是直播结束 那个聊天室就被关掉 而且永远打不开了 因为他保护儿童 那我们虽然我勾选的这个 但是因为他侦测到里面有小朋友 所以呢 我的聊天室 我们去年直播 所有家长给我们很棒的回馈 我一个都看不见 我是事后看这个才知道 没有注意到 那他会侦测啦 那如果以后你要做其他项目直播 绝对不要勾选 这是儿童的 OK吗 好了 这第一个 哎接下来付费宣传 显示更多看一下 这边没有什么的 啊 那这个 这个就是标记啦 搜寻引擎来继续下一步 啊我们会把聊天室打开啊 要不要聊天室重播功能都可以开 啊这你看完就好了 呃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所有上课的过程 教育部都有录影 啊所以在教育部的这个东华大学那边 老师可以看到我今天所有的跟你讲的时候过程跟设定 所以你也不用记得抄笔记 我觉得分享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啊 我很愿意分享 来来来来 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完全部 啊吸气哦 那这个当然这边就要做公开 不过跟老师报告一下 我这个账号有两万七千人订阅我就选不公开 不会影响人家以为我要又要公开会通知他们 学校东西一定是设这个 OK吗 啊不公开这个 我现在设不公开才会打扰人家 那可以指定时间哦 譬如说我6月25号几点 早上8点 这个时候还可以改8点半开始直播完成 来那直播设定就做完了 不就一些程序点一点而已吗 接下来在这里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很重要来 老师看一下 这个串流金钥就是重点的地方 串流金钥要把这个序号切在我的OBS的电脑 因为我的电脑怎么知道 播放到充型老师的直播频道 实证的是个金钥 金钥就像你的身份证哦 不过他这个金钥是可以重设 你看见吗 那预设是看不见 点那个眼睛来点一下 来老师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直播的串流金钥 那你有我这个金钥 你就可以从 你就可以从我的直播丢出去哦 所以预设他是机密 OK吗 那我重设一下好了 重设 重设咯 重设号码再看一次 没点好吗 老师看一下 号码就不一样了哦 你看见吗 那怎么给OBS呢 来来来 就点右边的复制就好了 来我点复制哦 我点复制哦 复制完以后 就要启动我们的OBS了 我再跟老师报告一下 澄清一下哦 我们电脑OBS直播软体 怎么丢到YouTube去 就是透过我们在YouTube把直播设定完 产生这个金钥 那就要点复制 OK吗 复制完来我们启动OBS OBS我讲实话是穷人的直播软体 一般的商业单位 他们都会买导播机切画面 很多重装备 我们需要一个重装备 我直接告诉你都没有 那两个那两个看起来直播都很专业 才5000块而已啊 那是我替交易局做事 交易局送给我的 我不会为了这个去买这个 各位了解吗 那这个OBS再讲一遍 是穷人的直播软体 一个软体全部可以搞定所有东西 OBS可以整合你电脑里面所有资源 包含摄影机 跟老师提一下 我昨天在直播使用两个摄影机 一个是Google Meet 那一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摄影机 可以拍到你现场的 来我来做主要给老师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 第一个在OBS开启来的时候呢 一个一个来 第一个来宾 我就等下重做一片给大家看一下 就重一个来 那今天讲到12点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 哈哈哈 来我重做一片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在哪里呢 我们刚不是在YouTube那个 那个YouTube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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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钥 老师看见了吗 我复制过来 不好意思 复制完以后复制 然后回到OBS怎么跟他做沟通 在这里在哪里 设定 好来我点咯 老师有问题我等下再回应 我一直当我讲完 在串流的地方这里 这里呢 OBS他可以整合好多地方 提取是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直播最常用在哪里 玩游戏啦 游戏的产业比较大 玩游戏的人最最愿意花钱 各位了解吗 你看啊 在YouTube很多玩游戏下面有个什么直播组啊 教你怎么过关闯关啊 他们是拿这个来赚钱 我是拿这个来做公益 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直播赚到任何钱 来来来来 这提取是游戏那这边有什么 YouTube看到吗 有Facebook呢 Facebook这我都有介绍哦 所以呢我要点YouTube 点完YouTube以后呢 这边有个串流金钥 来Ctrl V贴上 来显示一下 来来来来 这个这样两个就沟通上了 就这么简单 OK吗 就这么简单 来那老师呢 你看一下哦 我现在这个贴完以后呢 等一下我在这里所做的任何设定 就可以透到YouTube直播出去了 来我这边先把它点确定吧 好确定完 等一下我马上就可以来试哦 来麻烦老师拿一个手机出来 等一下我就把这讯号送出去给你看一下 不过我画面改一下 呃这个OBS 我们先看一下左边 老师等等哦 我做了很多场景 这些场景当然 这是我们那个学校教主任 那个惠庭主任他很有点子 他很多名堂 他想的名堂我都要上后 哈哈 因为我觉得他idea很棒 这个流程要先出来 当然这不是我做 所以 我提供就是技术整合的部分 来我们从头做 第一个什么叫准备中 呃 就毕业典礼9点开始 你总不会 一开始是一个静态画面很闷 对不对 我们会准备一张图 那这个图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超乎国小每年毕业典礼 就是这个版面 这很久以前 我那时候还很会设计的时候做出来 现在我没有idea了 现在其实也可以去Canva设计啦 那我来看一下我们做很简单 来我首先再加个场景 在这个OBS 老师看一下这边就是每个场景 场景有点像我们在拍电影啊 我现在在同类两下镜头拉到印度 又拉到美洲 我可以求我们而且可以什么 个人特写 啊等一下可以什么 全体特写 这OBS很强 他是一个免费的导播软体 来开始了 我先新这一个加 那我重来 老师看一下 我先换一个新的 CF好了 很新的咯 老师看见了吗 来那接下来工作的部分 跟老师报告一下 OBS 他是个整个软理 老师看一下 就是我电脑里面 我建一个在C时节肌 我建一个叫0 毕业典礼 为什么加0 因为加0 他永远排序在最上面 你听懂吗 那进到这里面来 老师我再整理一下 这里 这是我零零准备 开始的时候是这个 每个都照顺序 我坚持到讲 零零这里有什么东西呢 老师瞄一下 这个就是那个背景图 一张任何图片都可以 你看见吗 那当然这个就是要设计 漂亮一点点 那接下来音乐在这里 那学生轮播的照片在这里 这些照片怎么来的 这是我们学生 跟毕业典礼拍毕业纪念册 找外面的专业摄影师来拍 那我把每一张都调成一样大小 我电脑很多软件 我都很熟悉 我调成大小 Potocap可以做 调一样大小 那这个尺寸呢 我把它调成 盘有键看一下 照片一下就好了 我们把它调一样 我所有尺寸都调宽 一张五百四百二 来我要做一次 我素材准备好了 第一个有背景图 第二个有音乐 我之前在家里听的时候呢 在测试的时候 我不想听永远的画面了 我都听The Son of Silent 我喜欢这个歌啊 那这个是Potocapac射出来版面 来 我对Potocapac很熟 跟老师报告一下 Potocapac是一个很棒的影像处理软体 全国学校应该都有 因为现在没有人在教 因为他需要版权 学生没有版权 所以我们不会去这个 老师看一下 这个是我设计的版面在这里 你看见吗 这个 这图把它存档出去 这个当然 老师我 你用简报做也可以 简报不是也出现图片吗 我来做整合了 图片是在这里处理 我来做 老师看一下 我的背景图在这里 音乐在这里 那素材在这里 对不对 OBS很强 开始哦 第一个场景叫做 零零准备中 我就会照编号来 那这里就打完整一点点 来 我懒得打字了 我还是打一下好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有feu 准备中什么意思 我们毕业点理9点开始 一开始发明我希望有动画 来开始了 那在这个OBS 他可以加一大堆场景 每个场景在右边 可以结合各种素材 来我们介绍一下 来来来来 OBS真的很棒 第一个你可以给我背景图 第二个你可以给我另外一个场景 第三个媒体什么呢 我可以加影片 第四个投影片什么东西 我可以给全校所有毕业生图片 让他做轮播 第四个 如果你有很棒的麦克风 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在直播用这个 我不是要给你推荐这个 这个是厂商送给我的 我现在算是小网红 有些厂商会想要送我设备 叫我帮他介绍一下 他送我这个3000多块 那我就跟他这样 以前我都是使用最平的 这个 这是罗技的web cam 我讲说要声音清楚 但是声音指引 不会到那么高 声音清楚就好了 OK吗 没有问题 我们是有什么做什么 我从来没有额外特别买设备 来 那这个文字跑马灯在这里 这个可以节约浏览器呢 这背景 视窗 视窗譬如说 卧的程式 那这个就是web cam 视讯截取装置 在做直播的时候 最少有两个摄影机 一个是什么 Google Meet 跟学生连线呢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比较宽的摄影机 要拍现场的人 你也可以接三个 接四个随便你 这个游戏截取别问我 我没在买游戏 那这个萤幕截取 我都用这个 这个显示器截取就是 我这边有三个萤幕 我要抓中间的萤幕 左边萤幕 整个萤幕里面所有程式 全部开起来 好来 基本概念有了 第一个场景准备 先加背景图吧 来加背景图 图片 确定哦 那接下来点浏览 我就把我的工作之后 我做事情完整 你会要有条理 进来 来按确定 老师接的刚刚好 我设计过的 这个大小就是1920x1080 什么是1920x1080 看一下萤幕截取度 这里 这是我萤幕截取度的家 我设的是这个 哦 所以我的影像处理 我准备图改大小的改成这个 那如果不是这个 那怎么办呢 来 OBS很棒很贴心 你看一下哦 图进来的时候 素材在这里 按右键 有看到一个变形吗 这里这里这里 有个功能很棒 它自动会帮我们调大小 所以你的图子要很漂亮 比例是4比3的 点下去 它自动会帮你弄好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赶快把它上锁 不要去动到它 你不上就越跑掉了 你怎么要上锁 好来 背景图进来 接下来 框 来看一下素材哦 这个图自己秀 我先把图叫进来 这里我们全校所有毕业生 还有毕业班老师 我前置工作花很多理 我想做更棒 来 接下来这个功能使用什么呢 第三个叫 媒体来源 媒体来源就是把图片给他 我点哦 好 那这里呢 我不会用这个烂名字了 习惯我大概都会给他这个 叫什么 六年级照片 按右键 复制名字 对不对 那这个呢 Ctrl V 贴上 确定 这时候呢 他说本机档案在哪里呢 来来来这里 浏览 我刚点对吗 我选错个了 我选错个拍谁 我刚选到是影片 把它剪掉 而点错这边剪就是剪掉 我刚讲了一个讲错点错 哪一个 投影片啊 我刚点到媒体了 来来来这里 Ctrl V 贴上 开始咯 来来这里这里 这边就可以加什么 加一个资料夹 有看到目录吗 哦 点起来 然后呢 就把六人级伦伦伦伦 这个资料夹照片 看一下哦 就进来咯 来 那点这里的左边这个属性 就可以做修改 来看一下 预设呢 会弹入弹出的转场 那每一张图8秒钟 8秒钟太长了 我们没有时间 让孩子秀8秒钟也太长了 我会把这里改成什么 很多人就改3秒钟就好了 那转场也快一点 转场效果比较好啊 确定一下 来 老师看一下效果吧 他现在在做什么 图形弹入弹出啦 这是我们学校毕业生 所以 我9点毕业典礼开始 学生呢 他8点40分进来 他不会觉得画面很闷 那我觉得这样还不够漂亮 我在photometer做了一个框 框里加 这个框是png档中间是透明的 然后把框加进来 框加进来 再加一个素材叫做图片 那这个素材图片呢 确定浏览把框加进来 我一定放在相同资料夹 来 确定 那就把搬到这个位置来哦 老师如果不刚好 这可以拖拉 你看见吗 如果说老师 他在拖拉的时候等比例哦 教你的技巧 我刚刚讲过了 按右键 变形这里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 拉伸到全幕 这个图跟素材只要拉伸过去以后 你就可以随便 就可以不等比例了 你有看到我随便在拉就很自在了 这是一个技巧 所有的书本 所有的人没有人在教这个 因为我有点规模 我觉得加个框感觉好极了 好来 再把它锁定吧 接下来我们讲跑马灯 跑马灯要感动呢 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是个电脑高手 我前一天 才请小朋友去填问卷 我需要小朋友填问卷 新年的小朋友 其实让我也觉得有点小伤脑筋 我们做简单一点就好了 来 老师看一下时间的关系 那个问卷我是让小朋友 从Google表单填一句 对老师跟父母感谢的话 那感谢的话填上来的时候 不是你想象那么好呢 因为他是一格一格的 我那个档案删掉了 来 我们就 那个过程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在YouTube有录 待会再跟人来提 我们先来提一下 我需要Yahoo全部 来 我把一个文字放进去 老师看 我在做跑马灯 是不是很棒 文字会感动人 小朋友他自己写的话 所以我觉得会让 毕业定是很有feu的 OK吗 那现在呢 我现在做示范 所以我就随便需要一段文字 新疾新闻好了 好 需要文字 老师看一下 这段文字好了 那在OBS呢 他怎么做 来 嘻哈 这就看到文字吧 点起来 接下来 爱改不改 没看 我之前都有洁癖呢 叫做什么 好 跑马灯 而且 决生的回馈 这样会比较清楚 OK吗 我真的在工作的时候 我会给他有意的名称 啊 现在练习这个就算了 来这里进来 然后把字Ctrl V贴上就好了 一定会常列哦 不可以换行哦 什么叫不可以换啊 我跟你报告一下 文字张在这里 我刚切到Word来说 Word来来来来 看一下这是Word 对不对 你不可以在这里按Enter键哦 换行符号这个 不可以有这个哦 那就变成两行了 各位了解吗 反正就把Delete换行 变成这样就是 一列就对了 贴过来的时候呢 老师看一下哦 就一列对不对 选字型啊 选字型 选字型 字很小 你就要用黑体跟原体 才会清楚 那接下来设大小 我设60 先设60好了 确定 确定 就过来了 你看见吗 接下来 下面在跑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加背景 是会比较清楚 来我们再改一下 秋改在哪里 你加 那加动画在哪里 跑马针在这里 来我再改一下哦 改完以后往下拉 这边就会有什么 预设它有背景色 你看一下 背景颜色可是呢 它完全透明 是黑色的哦 我就把这个往右边拉 拉到我拉多一点了 90% 你有没有看到下面 变黑黑的了 哦 可是我大概不会掉90% 我希望有点半透明效果比较好 背景图不要挡那么多 我觉得有个半透明 大概拉到80% 这里可以自己决定 好 还没完 要让它动了 动就是这个功能 叫滤镜 我这个OBS版本很新 以前滤镜要按右键 滤镜在这里 点起来 那 黑老师 呃 我把我现在是老花眼 我把我荧幕射成150% 来往下拉 这边才看见这里就加 你看 来点加加什么功能 来来来来 放大一点来看 增加卷动功能 那里面还有一大堆功能 加卷动功能 确定 它可以由上上下卷 可以左右卷 左右是往右边 这就是速度哦 你看到吗 哎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跑马蹲就这么简单 这叫做准备钟 来我再改一下 老师我跑慢一点好不好 跑慢一点就是数字小一点 这你拉了就知道了 30的速度其实感觉是 看起来比较 跑很快会看得有点紧张 我让他跑快一点 夸张一点 点这里 来改一下 我把他跑跑多一点 跑多一点 这样看起来太刺激了 赶快什么订购专线 这人不可以看了 不可以这样 一般电影后面 因为工作人员太多 跑马蹲跑很快 那是要给工作人员说 我给你打名字 不是给人看的 我一般看电影后面不是有什么 摄影师什么空轮都是这种速度 谁也看不见 不过也像我们观众也没有兴趣 那这个是学生的留言 来再滤镜改一下 就这样 我大概设到30到50中间而已 慢一点感觉看起来比较轻松 那你可以上下卷哦 那来零 我把他改成上下 度75 我现在改75哦 那会长怎样 不过因为我只有一列而已 来看 有看到吗 就变这样 好看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介绍诗词的 一列一列你就可以这样做 那现在我是介绍的是这个 横的把这里改成零 OBS我讲的时候真的很穷 他叫做 一般的平民的导播软体 就是要学习而已 来把他上锁 来接下来换音乐 换音乐在哪里呢 所以OBS真的很棒 音乐在哪里 在 音乐是属于 这些这些这些 媒体来源 你看见吗 讲一遍哦 图片 音乐影片 照片 轮播 那讨码登文字 背景色 接下来 这个一定要设 叫webcam 我还会使用这几个 其他我就不用了 这几个我会用 画的乱七八糟的 来音乐哦 音乐呢 我那些自己在四十播的时候 我就不想用张会面的歌 我想听 三五三的这里 那我想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时候他已经在那个了 可是呢 我自己听不见 其实现在声音机在 来 那要直播的时候 来我们要来直播了 我们先做一个场景来直播 再做第二个场景好了 第一个场景 摄影机老师会觉得比较好玩 来看一下 我再做一个 准备中 再增加一个场景 叫做开始了 开始 开始一好了 那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一定会照这个顺序来 应该叫做01 01 你家 这01叫来入场需时来宾的 哦这里还有点多01A 我们先看来宾好了 01 这叫01 这来宾做什么呢 学校董会有一些名义代表 捐给学校很多钱啊 毕业典他们才支持 啊线上别人不能来啊 所以呢 老师你也看一下哦 我们这毕业典来宾 这是来宾的影片 就是 来来来来 市长在这里 那局长呢 我放哪里去了 我放到旁边去了 我们局长所有的 赞助协助我们学校的一些名义代表 我们都把影片做进来 那老师你也看一下 这边这个档案哦 OK来宾有7个 为什么 后面加一个7 我改了7版呢 什么叫改了7版 我们跟那些 那个协助我们学校的那些长官跟来宾 我刚刚讲说 礼拜天请你把影片给我们 不会每个礼拜天都给你 有些人到礼拜一给 后来礼拜二给 到前一年还在给 所以我这影片做完再改 做完再改 做完再改 我改了7版 所以叫做7 从来没有什么原则不能打破的 那他捐钱给学校 那后来东西晚送难道你就不把它放吗 也不能这样 这样不是很好 可是他们晚给就变得很麻烦 本来做完东西就再改 就再改 我到前一天晚上还在改 对啊 人家又东西又送来了 哇 当然这学校自己决定 那我希望这个是什么时候播 9点之前 因为毕业点点学生不想看到这个 了解吗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放啊 我考量这来 那我就来做 这叫01A好了 来宾他开始哦 那又有个背景图了对不对 背景图图片再来一次 背景图那就在01的地方 我的图片准备好 老师从头使用一张图片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那这个图片呢 我去随便抓的图啊 这不是我设计的啊 这不是我设计的啊 进来 你看就不会一样嘛 还记得吗 有印象哦 按右键 这是个技巧 变形可以做什么呢 拉伸到整个萤幕 就帮我贴好了 所以比例不对 没关系 接下来加标题 总要个毕业的标准 再一张图片 开头啦 TI PLE 好来 再来再来 这个图片是来宾介绍 这是我做的 我们做了我们很多活动 前面都一样 只有这个地方每个主题 这是我在Fortom Pack做的 好来 那你在跑 哎就在上面了 把它固定下来 那接下来来宾的影片呢 来开始哦 来宾影片就是媒体来源 好 就把媒体来源加进来 加进来 啊加进来 哦 老师刚刚的背景图不见了呢 对 有时候没关系 接下来顺序不对 我们这个标题 新北市参谋过来 是不是应该上面 调顺序在这里 删掉在这里 加跟减 来 把这个往下移 就可以看到标题了 那这里呢 我们会往下拉一点点 你看吗 哦 他会等比例拉呢 那等比例拉 他右边不是看到这个吗 刚交过你咯 按右键把它 变形改成 拉伸到萤幕大小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随便你拉了 这样就完整了 记得把它上手吧 那这个影片多长 来老师仔细看一下哦 我会点在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看一下 图片没有时间 影片有时间 所以当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看这个呢 我们跟我们那个 慧玲主任吃一讲 你要看哦 如果他播到最后一格的时候 你就要讲下一个了 我就会切到下一个场景来 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个 那第一个 这个媒体 这个是音乐 你看到吗 这首歌 我也希望这首歌的 三个不塞很完整 所以我就看那里 再看一下 如果是放影片的话 就有这一个 我就会等这个 播播播播播到这里来 我就会跟我们就会讲 哎我们要进下一个 打个pass给他 进到来宾 来宾的时候呢 我就马上切到这里来 我们希望让每个来宾影片播完 所以他等着你播播播我这里可以快拉 好来再加一个 入场守折 还有一个 入场守折 入场守折呢 这个影片是一样在这里 老师瞄一下下 这个图片 老师看一下 这张图片是去年他们设计的 我把这个字取出来 去影片处理软件 把它变成一个影片 又让他自己一条一条出来 后来就变成一个影片 当然这不是我设计的 我没想到 这学校我们英文科老师 来做影片 再来一次哦 再来一个再来 这叫再加一个场景 也是零音 入场 确定哦 确定哦 又来了 背景图 我刚加背景图 其实我没用到 可是我之前都准备好了 我不知道后来他们要准备什么节目 那这里林医的地方 我就使用 来来来来看一下 老师看一下 看这里 第一张背景图第二张 这是在网上随便造的背景图而已 确定 又不刚好对不对 按右键 后来这个也没用到啊 来把它锁定 再加标题 再一张图片 抬头在哪里 入场须知 确定 记得把它上锁 再加那个入场须知的影片 影片来源 确定 影片 影片在这里 进场守折二 老师怎么又有两个 因为我第一版做很棒 后来 我们主任想要改变 他想把火车当当当 下一站 哦 他又想到idea 所以我又改影片了 对啊 所以他很认真 很认真想过 又很累 不过后来就变得很棒 对啊 好来 这个往下移一下下 哦就像这样 那这个影片呢 你刚注意到 上面会不会挡到对不对 不能直接拖拉哦 那怎么办 按右键 变形 拉伸到全萤幕 这时候再来拉 就没有问题了 那老师比例会变 变一点点没差 视觉下我看不出来 那下面跑马灯 我就不重复了 来 接下来我们看视讯的地方 假设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现场的人 还有Google Meet 像各位在Google Meet 来 那 请各位开一下你的视讯画面 好不好 我把你画面要带进来哦 好 我把你画面要带进来一下 一下 我先把画面解决 我再加一个场景好了 好 假设是00开始了 02了 sorry 02 那一样 我把背景图加进来 怎么会变成电脑高手 第一个首先你要愿意干活 如果你这个人人来讲什么都不要做 你怎么会变厉害 对啊 那老师我没事练习干嘛 学校有任务就好好做啊 就是你练习机会啊 那辛苦不辛苦 当然辛苦 可是成就感做完 你有成就感这是你的作品啊 我从来不会看说什么 这事情我做得了都好 来 背景表里进来 对不对 来加视讯哦 加视讯哦 首先等下我把webcam加进来 来看一下哦 来 呃 跟老师报告一下 开始哦 加网络摄影机是谁 这一个 视讯截取装置 开始哦 视讯截取装置的开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是我webcam 这里我选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镜头 上转一下 那放后面点放后面点 放后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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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看到吗 哦这镜头的拉 好像你看到 再过来一点点 过去还是过来 哈哈 好等一下哦 你看一下这个 当然镜头你要去调位置 OK吗 那镜头拉进来的时候呢 来 这里哦这里哦 确定 那这镜头拉进来 他是可以调位置的 来 这是我们现场施宜在这里讲话 那接下来我把Google密 都拉进来咯 右边我们有Google密 怎么进来 你看一下 再加 右边呢 我把右边的萤幕拉进来 在加在加 显示器 我这边有三个萤幕 来 我点哦 等一下就要看到各位的画面咯 显示器 这个名称我大概都会改 然后就选哪一个 哦你看到 他预设抓到自己 所以造成无线违圈 这显示器呢 从这里点起来 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这里三个萤幕 你看见吗 我现在第三个萤幕是在 就是我们各位Google密的 中间这个是OBS 那这个是我可以拨简报 拨握 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下午 在致辞的时候握的是在上面 我是抓中间萤幕 待会再说来 看第三个 第三个 确定哦 哎 显示器3 哦 我这边把头先取消一下一下 我先把这个改 这没有错啦 请老师改我把这个画面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变更版面配置 我把这个也取消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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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看到Google密画面进来了哦 来那这进来这里要瞧大小啊 瞧大小啊 因为一边要给你看了 所以现在变这样来停止萤幕分享 我不能停止萤幕分享 老师你对着画面招招手看看 你现在看到那个 你初要看到画面 我这有点我把它拉大一点 你就在画面上哦 你现在画面上自己招手自己看到哦 不好意思 因为Google密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出来 哦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 哎 对 清理老师你看见了吗 我现在就是把右边一幕放进来了 哦 那如果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来 书芬老师谢谢你 我要丁选你哦 书芬老师是我好朋友 我刚给各位看那个风扇灯 就是跟他学的 我去参观他们的那个制造东西的时候 他给我介绍这个哦 回来我们就买了 或是大路过就是了 哦这个地方 你看到画面可以改大小啊 哎这是我们的现场的什么 试语就可以改小一点 镜头压低一点点 有看到 看到吗 哦这我们现在来校长队现在都招到手 那这个呢就可以整合这个了 所以左边这个是荧幕 啊这个是webcam 老师理解吗 那我习惯都会加边框了 加的框比较好看 我再把框加进来哦 这是一个图片 我把刚刚的框 那我因为常常在做 我会准备像你看那三个框的吗 这个啊 哎我们是在这个 我现在随便把第一个框先加进来 别定不就是这个框 还有印象吧 这个框 我还有做别的框了 我觉得加的框比较好看 还记得吗 按右键把它变形变成全一幕 这时候再重新拉一遍 这时候再重新拉一遍 好好做完事实 你会有成就感的 那么加的边框看来效果好极了 来我再加个框 我自己后来就做了一些框 框在哪里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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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常常在做 后来你素材就越来越多了 然后这个外框五你看到吗 来 外框五先把它放 我这外框五来看看 我对我想加个框 加个框效 这个直接拉它是有它的等比例哦 怎么改变不同比例按右键又来了 把它改成拉伸到全部大小 这时候你就可以随便拉 有时候比例不是那么刚好 可是这样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 来来来来我要加框了 再加一个图当做框 浏览在我们的素材这里 第五个框我觉得很漂亮 好 这个框呢 比例不会跟他一样哦 再看一次按右键又来了 拉伸到全画面 再来调他们就随便你拉了 我就可以配合这个框 有那个框看起来质感就好极了 你看见吗 那像这个呢做完以后呢 这个是我这个老师 我移动位置两个怎么办 你可以射群组啊 这边有眼睛 眼睛你看得懂眼睛关掉 谁是谁我搞不清楚了 来眼睛关掉 这个是黑色的框 那我跟你报告一下 这个名字其实我会好好取 我不会这样做 因为一些时间的关系 那这个巴是谁 这个往下移 让他再一组 那这个呢 荧幕这两个一组 对不对 这两个一组哦 眼睛关掉 我把它选起来 把这两个做什么呢 群组 群组完有个好处了 以右移动就一起了 把他上锁 来这个就可以移动了 来来 锁打开 那这个也一样 这两个选起来 按右键把它群组化 把它收起来 那接下来上锁 来收起来 上锁就是不能改的意思 就不会去动到他 上锁不能移动啊 把锁头打开 我就可以移动位置 来接下来 我这边再来加什么 譬如说 学生的毕业照 我们再做一次 我希望学生看到他自己 跑马动就不做了 再来一个投影片播放 把学生照片再放进来 在这里点加目录 这个学生照片轮播的 那刚跟你提过的预设是 这个我改成3秒钟就好了 那效果换一下 这边效果直接 推出好了 就变这样 来确定 调大小 当然我会再给他一个框 再来框的 框老师可不可以复制 可以我再加框 再加一个框 我习惯会加个透明的框 一般平常在做OBS交的时候 是既然交的 这个是以实物导向做给你看的 框进来 又要把它放进来 放到这个位置 大小一样 按右键又来了 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技巧 以前我也是不小心试到这功能 知道原来可以这样做 又没有人会教你这个 加了框 就好极了 那是不是要再加文字跑马灯 ok吗 哦在看这个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校长的支持 来我从这里切哦 OBS切换的话呢 这个是我刚新建CV 我打CV打错了 有看到仓服务 毕业点了 来我们先看一下 切到这里来 有点久哦 因为有点多 我真的做了很多 那因为对他有点 来我们看看我们校长在讲话的时候 哎 这个毕业哥就是这个 你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学校校哥 你现在看到这个就不是问 就不是什么咯 来来看一下这个 这边下面是跑马灯 学生留言好极了 这是一个影片 那这也是个影片 那这就是各位的Google Meet 所以呢 我们现场连线 学生就在画面上 现在看到是你的 ok吗 来那现在看我们校长要讲话 校长讲话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中间这个 我把简报开起来 我把握的开起来 校长支持校长讲话在这里 这是一个握的档 你现在看到这个吧 有看到 那有个技巧 所以这个 第一个我会把边界改小一点 预设握的两边留边界 留太多白了 我会去调它的尺寸 第二个会把字放很大 那第三个你在播放的时候呢 在握的右上角这一颗 我会把所有的功能都收掉呢 会变成什么 今天 点这样所以只看到这个而已 那这个呢 这个握的放在哪里呢 放在中间的萤幕 放在中间萤幕哦 好来 我要把它整合进来 你看一下 我把它整合进来 你看一下 好 我再回到刚刚这里 要做一个场景 我在新这个场景给你看就好了 从这里做 这样会把我这边搞烂掉 不要不要不要 好来 我在新这个校长 校长致死叫林山 一定是照的顺序来 对不对 那后面讲明校长长你来哦 又一个背景图来了 一样的东西来背景图 校长致死好像不是林山了 我忘记了没关系 04还03 04这里 底下背景 后来其实背景 来 按右键 自动拉伸 这是我让他随便抓个背景图 有没有用到不管他先留着 来上锁 接下来再来加标题 标题再加进来的时候 title校长致死 你加 确定 那从头到尾因为都很有系列 很有系列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都一样 对不对 只有这里不同 每个主题不同 来 接下来把校长视讯加进来 校长不是 我们现在校长人在旁边 加什么 来来来来 视讯装置 其实你可以多装一个什么webcam 可以从这个角度 从那个角度 我现在点这个 视讯截取装置 来 那就把摄影机抓进来 那注意哦 他现在不给我抓 刚不是抓这个吗 在obs 你不可以一个摄影机抓两次 你就一个摄影机而已啊 你不可以新增第二个 那怎么办呢 用复制的 所以他这边不给我加这个摄影机 怎么办 我们刚用过了 在入场这里 在来宾这里 哪一个 02这里 这里有摄影机 这里加 这里 我就把这个按右键 复制 然后到这个场景来再贴上去 就过来了 摄影机在前面不能新增两次 在不同场景 我在前面加过那摄影机的时候 下一个场景请你使用复制的方式 你听懂吗 他就一个摄影机 你怎么能加两次 这个可以调大小啊 来把锁头打开 我这边需要大一点 你看见吗 哦 校长要致辞啊 那致辞的时候呢 等一下呢 那我要把 我要把 萤幕中间的握抓过来 来再加一个萤幕 就叫做显示器截取 那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大概会打握的 然后呢 中间萤幕 我会打很清楚 那这边握的文稿 校长的文稿 我会给他有意义的名称 我刚因为时间的关系都不打 我真的在工作的时候 名称会给他很清楚 来确定哦 确定的时候呢 来来来来 中间的萤幕 第二个萤幕显示器2 就在这里 然后呢 在握的地方 点这一颗 做什么呢 好来 那当然不要到那么大啊 这是握在控制啊 所以校长在刺死的时候 他就轻松了 他可以看的画面 来来 又是等比例了 按右键再把它变形改成 拉伸到全画面 这时候呢 他就乖了 我觉得这个比例看起来比较好看 你来来来 算是有点变形 再加个框吧 再把框加进来 再把这个框加进来 有的框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作品 那这是校长 我们自己用校长框 我用这个了 我再把用那个 我还是喜欢那个05那个框 我觉得比较好看 再素材里面的框 我还是用这个就好了 换个框 换个这个框 好了 换这个好了 有时候觉得很花 可是后来不一定好看 框拉进来又要按右键 全萤幕 拉伸到全萤幕 这时候才可以随便让你跳 这框后来其实我不太喜欢 后来我一直都用黑色框 那怎么做呢 那不就是Word档吗 我就在Word里面呢 游一下往上卷 校长在讲话的时候 他看着萤幕讲 念得顺急了 我们会长不用担心忘识 他要讲的话一开始呢 你现在看到是Word中间的萤幕画面 所以校长在支持的时候 他都不用担心忘识 好急了 右边卷就拉拉拉拉拉拉拉 OK吗 我是这样在做的 所以就开Word档啊 这样呢 校长在讲什么东西 人家现场来宾也都可以知道 所有的内容 就像一般长官不是有提示稿 概念一样 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特别 要来提的 我再回到刚刚的场景来 他们国小第二点 你这个 摄影机不见 因为刚被用走了 你看懂吗 我现在再切来切去 那待会再说 我来看看这边什么不一样的 开起来开起来 你看他这边为什么中空 这个 这个颁奖就是个镜头而已 再来 这个就是影片哦 再来 这也是播影片 播影片 播影片 这里 这个是后来我们跟现场的什么 这个活动叫做老师跟现场来宾 跟别人做互动之后再见 所以这里有两个镜头 来我拉一下 这个镜头就是各位的Google Meet 你看见了吗 各位还在现场 除非老师还在现场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场的画面 我把那个光闭一下下好了 因为那边还在用 所以这镜头被拿走了 我先不可以接 来来 把镜头改一下 镜头我把它改一下 改这个叫做 这个 这样各位比较有Fu 这镜头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跟现场来 这时候请各位毕业生 跟所有的老师说再见 然后呢 我们在Google Meet的话 可以使用什么模式 在Google Meet有个模式版面的地方 不是有个谁说话 肆意会cue哦 我们请六年一班老师给毕业生祝福 谁讲话Google Meet 画面是都会喜欢到他 这个各位知道吧 这是Google Meet的操作 那接下来再往后看看 再来 哦这个是 这毕业各位有花一点力气啊 来各位可以看一下 右边就是什么Google Meet 学生在现场 那左边这个 我们前两天因为 后来有请学生回来拿东西 就顺便给他们颁奖 这是前两天 前两天他们在学校在大礼堂 唱毕业歌的时候 不过我觉得这样看还有点闷啊 后来我决定把他们一些 我们在做毕业定 我有请各班老师提供 沙龙照是摄影师拍的 还有各班50张生活照 你看一下这个 现在跑这个画面就是生活照 我用那个什么做威力导演 威力导演这个换灯器编辑器很快哦 一下子顺便就可以把50张做成影片 不用三分钟 他就随机帮他帮你跑 那我就是在威力导演里面做剪 一下是现场的 一下是他们的生活裤 整个影片串接起来 那感觉就很棒 因为我们一般的摄影 在教室拍场景 那个画面很闷你知道吗 就做人 然后又戴着口罩唱歌又看不见 表情又很少 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 现在这个他们现在在现 当时拍了设的照片 你看啊 这对孩子有意义了 可是外面来看画面真的有点闷 所以我就搭配一些图片 他们在校生活的一些生活照片 这边在做这个 我把它做剪辑进去了 所以其实我在做毕业历 我讲说影片处理花了很大的力气 花了很大力气 因为不是做很难啊 也不是做要很久 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如果你一开始归要不要改那么多 可能就不会到那么辛苦了 因为我对这个很熟 所以老师或是主任他们什么想法 我们这边再改一下 我们再加什么好不好 我通通都说好 所以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还要检查一下 那各位看一下 我们正在提一下这个地方 来来看一下 我再跟你讲一下 只要有影片 譬如说这个是有影片的地方 我点这里再提醒你哦 老师你有看到这边播放的进度吗 我画了一个红色标记哦 等到这里播到最后一格的时候 我就要cue那个诗仪 准备进下一个场景 来进下一个场景 因为我们直播跟OBS差了15秒 那在我的这台电脑 听不到我的影片声音哦 各位吗 所以大家有默契 这是觉得OBS在直播的时候 你要去克服的小困难 我再讲一遍哦 你播任何个影片 像我们这个学生没打影片 我们这个老师很认真耶 他剪了34分钟 把小朋友的每个作品都拍了 他好认真放 他很疑惑问着我 很困难问我 周前老师 我这个做了30分钟 我们有机会播完吗 我说没关系 我在什么时候播 我们毕业点里9点 我在前面的时候 8点就开始直播送出去了 所以他的所有 所有的30分钟里面全部上去 但是我们9点在上台 所以前面的直播 如果观众有兴趣 事由自己看 没有兴趣 你从9点开始看 包含刚刚的名义代表那个是一样 哦他很认真在做 那我一直在监控这里 在提醒你 在直播过一直在监控这个哦 我一定要等到这个播到后面的时候 我就要cue现场我们的那个诗仪啊 我们除了说哎 我们要进下一个入场须知 好来 我们给老师来看一下 我们回到刚刚我做的给你看一下 这里这里这里 回到这里来 这个这个 来老师看一下哦 我全部都设定完了对不对 那怎么给大家 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个这个 YouTube来你要记得吗 嗯 这里 这个功能叫做什么 金钥 还记得吧 金钥这里啊 再看一边哦 在这里哦 那金钥呢 我已经贴过去了 来 网址在这里 在YouTube的网址是在右边分享这里 这个网址呢 就是直播的到时候的网址 这个网址呢 我把它转成QR Code 也放在我们邀请函 就告诉人家 6月10号早上 我们跟他讲9点啊 再讲一遍 我在8点的时候 把讯号已经送出去了 第一个是学生照片轮播 第二个是那些名义代表的 他对我们需要感激 那可能学生也不爱看这种的 我就放在前面播 还有我们学校老师那个 做了34分钟很长的学生的作品 对学生有意义 可是对一般来宾来讲 他可能不需要看那么久 我们就直接看直播典礼 来这个那麻烦老师 我把它复制起来 请你拿出你的手机来 我把它贴在讯息区 等一下我把这个画面送出去 这个 这个是直播的网址 我等一下把画面送出去 那我也产生QR Code QR Code是在QR Code 在这里 这个线上免费产生QR Code 拿着你手机少一下也可以 等一下我要直播出去 所以现在看到是位置的画面 反正大一点 老师你现在拿着手机就可以来扫了 这个 扫完的时候呢 现在应该在直播准备中 等一下我就把画面讯号 就送出去给你看了 好了吗 你现在听到这个全国 大概我第一个老师 这样跟你做介绍 之前交直播是交软 今天是跟你讲怎么做 OK的 老师好了帮我打个OK一下 我刚从10年半一直讲 连续讲 谢谢老师 老师我们要开始送出去 来 有概念 我们在OBS 在YouTube的地方 需要金钥 金钥要贴到OBS去 那右上角这个地方 右上角这个地方 就是要给人家的 来看哦看哦 现在你看上面 上面这里 他还在等什么 直播软体呢 直播软体是谁 就是OBS 你看懂吗 我在OBS设定好了 可是讯号我还没出去 我现在出去 出去玩来开始 我回到OBS来 怎么送出去 你家你家 确定在你设定里面 把金钥弄出去 当我点开始串流 他就从我这台电脑 把讯号送到YouTube我的账号去 来我要点哦 串流 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这个 等他一下 需要一点点时差 那现在102个观众 现在现场老师 来各位有看到画面了 对不对 有画面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就点右上角 当我点下去 这时候呢 看一下这画面已经出来了 我的YouTube跟OBS 已经沟通完 来我要点直播咯 点直播 我把画面缩小一点点 这边在做直播咯 那我的OBS我就要切换 来各位你看一下 你的手机是不是OBS 已经掉有讯号了 要差15秒 那现在我在跟你讲话 来我这边画面动一下 我先回到第一个啦 第一个 现在应该有声音哦 你现在应该会听到 The Sun of Silent 老师有听到 The Sun of Silent 帮我打个 有打个1好了 有太麻烦了 打个1 我现在直播画面出去了 我喜欢这个上面 可是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现场听不到声音 这是直播你觉得有个困难的 所以为什么我需要一台电脑在旁边 哦谢谢老师回应 直播的过程是这样 你今天听到的是 这叫做密集 这是很很真的很实误经验啦 我们在教OBS 因为教功能就以功能面为准 那这一次是用什么呢 用直播的角度来看 OBS可以整合你电脑里面所有资源 所有程式所有软体 也可以整合网路摄影机 有几个镜头几个萤幕 都可以结合在一起 所以如果用OBS做直播 我觉得要好一点最少三个萤幕 右边是我们的Google Meet 对不对 那中间可以是什么 我的简报 PowerPoint啊 对不对 那我的Word啊 那左边这边是OBS 我要做监控啊 谢谢老师给我听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简报的地方 做简报制作 接下来我要切换第二个画面 我要切换第二个画面 我要跟你讲简报过程 来来来 我对这个真的有点熟了 所以 等我一下下 大家好 我先离开会议室 我刚进去又再进来声音被自己预设关掉了 谢谢你提醒 来毕业生进场在这里再二吧 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毕业生进场呢 我用是简报呢 我用三个简报 这个PowerPoint你会开起来 你家你看见了吗 我拍谁跑到右边来 那这个点下去就连结六年一班 来我把拨起来看一下 来点这里拨六年一班 那六年一班呢 在简报我设自动过场 这PowerPoint自动转场 每隔好像三秒钟 我不晓得是要讲多久 然后让它轮播 那如果拨完了按Escape键 六年一班结束再点六年一班 六年一班老师 那这档案我先关闭一下看一下 我把它开成这个 来来来来 这个主画面在这里 点下去就呼叫六年一班 点下去六年二班六年三班 那档案分开来做 那这个我把六年一班开起来 这老师的图片嘛 这没有问题对不对 在转场的地方这边呢 看右边我让它设定 每隔三秒钟自动切换 我就不用在旁边一直点啊 对不对 这是PowerPoint的 那指令的效果呢 指令效果 来那点什么全部套用 所以呢按滑鼠也可以 按每隔三秒钟自动会换页 还没完还没完 因为呢 师姨在介绍这个班级 他不知道会讲多久 我没有办法控制 不可能控制说 我们刚刚播到 第几页投影片讲到哪里 有时候人会有些心血来潮 每次讲话其实都会有些误差 那在投影片放映这里呢 这里这里这里 好注意哦 注意哦 我有三个萤幕哦 我有三个萤幕哦 在投影片放映的时候呢 你刚刚你的简报 你只能在中间的萤幕播哦 预设他会跑去别的地方哦 预设简报 如果你有两个萤幕 他会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我就跟你讲 哎 请在自己萤幕播别去别的地方 你家 这没刚刚在这里 一般我们在教室的投影 你只要笔电接投影机 就算变成两个萤幕 两个萤幕的时候 有时候 左边是什么 简报的预览视窗 就要注意 来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投影片放映 这里这里 点起来 比较 点这地方 这边有个投影片放映 点这个 你就一直播吧 因为六年一般 他不晓得是要介绍多久 我就是要每三秒钟轮播 然后呢 他如果介绍完了 我就按Escape键 我就关闭了 好来 我们再看一遍 那这个连结怎么做 连结我也做一下 来 点这里呢 插入超连结 对不对 那把六年一般的简报加进来 六年一般点六年一般 就这样做而已 你看见吗 好来 我们来再播一遍哦 六年一般一点下就自己播 那每隔三秒钟自动会轮播 那Escape键 六年一般介绍完了 再点这什么 六年二般 那点这里 六年三般 那整合起来我就觉得很棒 那老师你现在看直播 我再切一下画面哦 我现在直播的地方还在刚刚的一直在停的 我现在切完到第二个来宾入场的 这市场 我们不要看市场这个 入场守折 我现在画面已经切了 来 我现在画面切到第三个 来等一下哦 你看一下我的OBS的地方 我再回到OBS 我现在已经切画面了 所以老师看一下你的手机 理论上你现在应该是你的直播画面 应该切到这里来的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就是当天的什么 掌控我就点这里 点这里 跟是一配合 就进到每个节目 就一直下来 一直坐下来 你看见吗 所以现在看到是入场须知 我对这些工具软件都很熟了 所以我做起来 我讲实话是就顺很多 但是也有时候 像昨天哦 因为哦 跟老师报告一下哦 我现在你看到我们画面 直播我们坐在这里有点辛苦呢 因为有麦克风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随便聊天 从头到尾大家待在这里有点辛苦 你知道吗 啊可是呢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我可以把麦克风功能关掉 我昨天就犯了个错了 不小心把自己麦克风在直播的时候 这里这里 有看到吗声音吗 我点错了 这边有个麦克风了 我把这麦克风不小心把它点错了 老花了 结果有一段 我们直播的时候没有声音 因为我想说 让大家轻松一下 喘口气 啊不然 哇 有没有被收进去你知道吗 所以我会想说 哎呦把麦克风关掉一下 出了个谁 来我看一下哦 给昨天看一下 昨天老师如果看到直播那边 有点小问题是在这个 来来来 我们昨天在播这个玉竹老师的时候 第一棒 这里这里 这个是我们在播这个主题的时候 玉竹老师 这是我们去搞到这 那后来我不小心 本来是要关麦克风 麦克风 麦克风是要点这一颗 我后来点到谁 把这个影片声音点到了 一点下去就没闪 所以有时候会 南美还会说 不过我觉得 瑕不掩瑜啦没关系 我们不敢求说 我们的那个毕业电影是百分百完美 因为其实从我们昨天 校长会长坐在没有冲突 真的大大做他 而且眼睛还一直喜欢看镜头 我刚刚在看左边 你在直播的时候 特别提醒来宾 校长要什么 眼睛要看着镜头 因为你没有看着镜头 就一直看旁边 都感觉是很奇怪的事情 对啊 然后一个多小时一呆坐在这里 除了讲话的时候过程中 来 那这个我大概是介绍到这里 这直播的地方 这个后来做个节目 这个我昨天忘了播 所以我来直播也没有录到这里 我设计很多东西 自己有时候会忘记 很难免啊 呃 我跟各位教一下 这也是我们学校 毕业电影第二次直播 去年我做一次 今年第二次 你说我经验很够吗 没有 但是我对这些软体 其实我弄的还好 啊 来老师问问题 我先来回应一下 OK 谢谢 同一台电脑接几个镜头 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呢 刚老师问我这个问题 你看一下 等一下啊 sorry 老师刚问的问题 一台电脑接了几个镜头 两个镜头 一个是 那个Google Meet的 有画面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现场的 两个Webcam 哦 那老师跟你提一下 我去拿的这个 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们全校所有主任 跟主长 有看到画面吗 这里 这个这个这个 靠近一点 接着接着接 我们全校所有的主任 跟主长 我都给他们两个萤幕 哇 你们超不过小 那好急 不是不是这样 我们是把旧的萤幕 拿过来用 所以你现在看我现在在直播 上个画面 萤幕不一样大小呢 啊 做这个 三个萤幕怎么设的 来来来 这个 这个就是USB USB 现在的 我直接告诉你 现在的新的电脑 通通都可以预设 装萤幕 那第三个就再买个转接头 就可以三个了 直播架构的资料 可能分享 什么意思 老师可以说话 没关系 来 我把你麦克风打开 用讲的比较快一点点 老师就是那个 您刚才直播那个资料 有一个一个 那就是 包含老师您的那个设计的框 因为我们如果说学校要做 毕业典礼直播的话 第一次做 Follow老师的那个架构 我直接跟你讲这个 这个档案 我可以把截图给你 但是没有办法给你 为什么呢 他在 他 这个OBS所有设定是 设定这个 目前这里的状态 他的档案很小 来 OBS存档 来看这里 在这里 我直播先取消 先暂停一下 先看右边 先看一下右边 这里有看到吗 停止串流 你现在我现在还在直播呢 还记得哦 如果会点语结束完以后 啊现在这里 现在YouTube你的账号 要选哪一个 要先选哪一个 看这里 要做什么 先暂停你看吗 结束直播 好结束直播完以后呢 他问你要不要做修改 我们就关闭 接下来再回到OBS来 做什么事情 点哪一个 停止串流 那我也跟你报告一下 OBS可以整合很多东西 我之前 我之前在录 iPad的教学 我也是呢 一边的镜头拍着我 一边是拍 iPad 我把它整合在这里 可以做录制教学影片 这是录制更高级的教学影片 我讲时候 我平常没有用到这么复杂 因为这样做太累了 这样做太累了 除非是比较特殊 我之前帮教一局录教学影片的时候 我才这样做 平常用教学影片 这个录可以录很棒的教学影片 那我们就不多说 来 那 我把这个图结下来 那老师你把这个地方拿去 我跟你讲 这个直播软件最后存档 做完东西在这里 我们不是加了很多场景吗 每个场景有很多的一些功能 对不对 那他汇出 这里 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汇出哦 我当然要做备份啊 备份呢 这个答案在哪里 我放在C实在 我们就放在工作资料夹 我把它存档在这里 来 这个档案我当然可以给你了 哎呦 这要怎么给你 好问题 我现在马上建个云端硬碟吧 不过这档案给你的时候呢 其实里面你开起来是空的 因为他是抓我的设备 抓我这台电脑里面简报 各位了解吗 那整个资料夹给你可不可以 对我来说没问题 这档案太大了 我给你我就觉得很困难 我光把它整理完就觉得很困难 按右键整个资料夹 包含所有东西是 包含所有素材影片22.5G 我分享我头都很大 那里面档案只有档案多大呢 我跟你讲一下OBS 他是 他的概念是呼叫这里面的素材 本身他的设定档很小 他的设定档多大 你看一下吧 你看一下看一下 他的设定档 哎呀拉错了 看一下这里 他的设定档还多大 156K 所以我把这档案给你就可以了 开起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左边这边所有的东西 可是你点下去上面就告诉你没有素材 没有素材 老师你了解吗 我可以把这个给你 我先把这张图先结给你了 这边你可以看到我的流程在这里 那这个 来来来 ok 我先截图下来 截图下来先存档一下哈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我到google云端硬帖 建个资料夹把这个图跟那个给你 现在分享是在很方便啊 我不认识你 但是我分享一个google云端硬帖 对不对 建个资料夹 建个资料夹 那叫OBS 我把刚刚的截图都01这个传上去给你 这个图你可以看到我左边的那些 那接下来我再给你那个设定档 这个设定档我再讲一遍哦 给你的时候你开起来没有里面没有任何素材 因为他所有素材都必须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去读取 你听懂吗 那这些实在太大了 这个我把这个给你 这个Jason的档案 你看这个只有156K 所以呢OBS 其实你存档的档案给人家 他开起来呢 我再讲一遍 开起来这边完全没有任何内容 但是会有左边这些 会有左边这些 你看懂吗 这些都看不见 因为素材都还在 他用呼叫的方式 各位这样我这样讲你应该听得懂 还有什么东西我想想看 那我们毕业连理流程我觉得还好啦 正是我们流程 老师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交出的 这个拉过来 这个这是我们毕业典礼流程 我就照这个来啊 灵医来宾介绍 OK吗 接下来毕业生进场 这时候呢我们后来再加个什么 入场守折 我就照着顺序做的 这给你当然没问题啊 这个这是一个很open的东西 没什么东西 我再把它存上去 当然这里我也放在这里啊 一定摆在一起 这是专案资料夹 来 我再这个资料夹再传上去哦 这个是我们毕业典礼 然后我把那个框也丢上去给你 那个框对一般老师来讲 做下可能有困难 我这框全部丢上去 我把那个框也丢上去 资料夹 点错了 新增资料夹上传这个框 还有还有还有 我全部上传 再来新增档案上传 在这里 你用得早 这我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的框 有些后来没用到 没用到也没关系啊 那这些框就是中间都是透明的 中间都是透明的 这些框都给你 那我还可以给你什么 我看看 入场虚似的文字 这个 你看到这文字在这里吗 这个文字 这就没有了 这已经结束了 那如果你不会做的话 用PowerPoint可以做啊 PowerPoint可以文字 然后拿上面一条条出现啊 PowerPoint可以转成什么呢 转成POWMA 转成影片啊 这你可以放进去啊 文字自己修改 反正 那我再丢给你 嗯 家里有点多了 哈哈哈哈 这个是入场虚似的 然后呢 我要跟你提一下 其实会感动人的叫做文字呢 我这边有校警校场 这个这个 你可以改一下 因为呢 如果说人家没有提供 其实我们主要很强 他写了很多很方的文稿 什么亲爱的孩子 回到桑文这些 你把这里改成中桑 不就中央国小吗 那这些了了了了了 你就可以自己做 我觉得有些跑马灯 会让他感动人 对 那我把这里丢给你好了 这叫校警用的跑马灯 之前他们还没给我 后来我变成孩子留言 一开始我是放这个哦 后来我觉得 那孩子留言对他来讲 会比较好 那这边我再跟你补充一下 我在YouTube录了一个主题呢 有时候想做事情太多 就会后来就有点忙 来 老师你看播放清单 有些细节的部分 我来不及跟你讲了 我这边做了一个 来来来来来 这里有一个 参幅国小 先生典礼典礼 录的过程放在这里 你看见吗 我有针对部分的东西怎么做 放上来放这里 来我们开到这里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还真做不少了 跑马灯文字啊 入场须知啊 这些我那时候用什么软体做这边 都大概都做到这里 可以参考看看 但是没有到全部了 后来光做事就来不及了 后来我就没有没有在做 好来今天大概就到这里 老师有什么要问 对对对 当然这台工作站 电脑最好16G会好一点 你又跑影片又跑什么 其实在播的时候不需要到那么好 我跟老师报告一下 你在直播的时候不是需要一台超级电脑 制作的时候需要 为什么我都在做影片 直播他没有耗到电脑很多系统效能 我第一次去教育直播跟老师讲个小故事 之前新北市在做直播我就去了 我们去测试没问题 后来新北市有放火箱 糟糕了他挡直播软 后来用什么做呢 用我自己的笔电做直播 那网路用什么呢 用我的手机做分享 这是多阳村的设备啊 当时我这一台笔电就做直播了呢 那会怎样 你讲话的声音三分钟之后 YouTube才出现 因为手机的网路实在是太慢了 但是呢 但是声音不会 不会说各位 不会这样 只是慢出去 但是播出去都很正常 所以有些老师说 做直播要不要很大的评宽 不需要呢 我上次在教育局直播 再跟你讲一遍我的经验 我曾经拿了手机分享 网路就做直播了 而且我第一次直播是拿的笔电 我的笔电不是很贵的笔电啦 学校买不起很贵的笔电啦 哦 网路连结哦 对对对对对对 设了半天哦 你不提醒我忘记了 哈哈哈哈 所以可能就很忙啊 谢谢谢谢你提醒来 这个OBS我把连结贴过去 OBS的连结 要设什么 每一个人都可以可以分享 知道连结人都可以 来来来来 好 接下来再把连结贴过去 复制连结 我贴到讯息区 呃 向你再帮我贴到YouTube那个上面去 那还有什么呢 聚焦不同软体 左边对啊 本来就是可以这样做啊 OBS可以整合你电脑所有资源 可以把萤幕放进来 左边萤幕放进来 然后webcam放这里 还可以有跑马灯的文字效果什么的 通通都可以 对 我跟你报告一下全国大概第一次直播 我觉得我算很有经验 第一次完全是经验分享 就这一次 因为要教这个真的有点稍微有点困难 那今天你大概只有听而已 那是因为 呃我们的东华大学都会把我们上个影片都录下来 完全可以公开 所以更不用担心 那么长延长线 哦对啊 如果是你实体的话 哎不用啊 老师 我们不是假设你拿的平板 你拿的平板 参加Google Meet的获益平板是自由的啊 那从平板分享画面不就是刻意了吗 平板拍摄我刚不是 老师你有记得我刚不是拿的平板拍摄我们这场景 传给你看吗 你听懂吗 拿的平板可以啊 只要能够参加Google Meet的会议的时候 那我到处我刚不是拿的平板在我们教室走一圈给你看 老师我们随便可以问哦 东华大学影片剪辑还没那么快 来 湘宁什么时候会把影片给大家 大约 呃因为我们剪辑是南居团队 然后南居团队他们最近因为要办寒假营队 有点忙 可能会到 呃 不要剪辑也可以 不要剪辑就好啦 哦 那如果需要不要剪辑的影片老师可以写信到我们信箱 我们再分享给老师们 ok 因为他们要剪辑过比较正式 因为这个是教育部的规格 对 所以大家稍微体谈一下 不要说那么陋络的影片就不是说不好啦 他至少要加个教育部的什么东西 会比较完整一点 那这个如果你急着要看 麻烦你这个私讯给香妮 香妮把email给大家 你打一下 好 大家跟你联系一下 嗯 我们在聊天室也有放上YouTube的回放链接 那老师们也可以点 就把这个网址储存起来 都可以再做观看 好了 快12点了 麻烦老师填一下问卷的回馈 想到赶快问哦 我觉得有时候有人问是最好 我讲说这些食物经验有人问 这个工具软体 我真的拿来操作 我就会碰到一些问题 我就想办法去解决 啊在食物上 我们运作会符合我们毕业点的流程 我这些我都思考过 所以这些经验是比较难得的地方 这些经验是比较难得的地方 这些经验是比较难得的地方 在OBS里面 就是Google Meet 把Google Meet Google Meet 有点像拿平板 手机也可以做分享 平板可以做分享画面 我在Google Meet 你把Google Meet 放在OBS 不就好了吗 我刚从头到尾 就把各位Google Meet 不放进去吗 所以他们手机那个画面 其实就只是Google Meet Google Meet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有线可以连接 这样就搞定了 听懂吗 了解 对啊 就是你Google Meet 的地方要把它变成 丁选手机的账号 所以这时候就很迟动 手机或平板拍哪里 画面就进来 我刚不是有示范给你看 我们拍我们学校这个场景吗 概念一样 概念一样 谢谢老师 OK 好 没问题 像你有没有YouTuber 有没有问问题的 我现在来不及看 好 我先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先回应的 不然能让YouTuber问的问题 我没办法回应 不好意思 我来看一下YouTuber 我现在可以看一下 有空了 现在在上课 不是在直播 就 会差十几秒 没有办法 这一定是这样 会差十几秒 这边点一下 我来看一下 绿幕也可以哦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OBS它有绿幕功能 我的OBS主题 可以把人周围去背 OK吗 那是在做教学影片 做那种直播的 那种广告的 那个可以做很棒 那这地方我就没做了 因为绿幕的话 你要把背景去掉 后面要准备一个绿幕 OBS没有办法 很智慧就把人取出来 哦 我这边可以贴 来我这边贴 我云章连结 复制连结 来 YouTube的地方 我现在已经过来了 可以贴 谢谢YouTube的朋友 像339个人在线上 我们直播现在YouTube有230个 所以有570个人在听我们的演习 你今天我讲说 你今天听到赚到了 你今天听到是赚到了 对啊 OBS就是我们没有钱的学校在用的 有钱就直接买导播机 那种装备 上百万几十万的设备都进来 那可以做新的很棒 说去背就去背 还是需要绿幕 导播可以切来切去 我们用OBS我可以整合 所以做OBS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最少我觉得三个萤幕是标准配备了 OK吗 现在的电脑都至少都支援两个萤幕 再买一个再给你看一眼 你就网络上找一下 通常是USB接头转一个萤幕 就出去了 对啊 还有什么问题我没有漏掉的 那没有的话我们要跟老师说再见 再见 我讲了一个小时 很认真很大声的讲一个小时 我有点累了 好 老师有问题问 还是可以问没关系 我每次直播都大概问到快十二点半 然后中间休息很少 我记得我两次直播中间下个十五分钟 老师一直问我就一直回答 结果老师说 哇上周期老师的课很累 都没有下课都没有休息 我是有下课啦 但是大家舍不得走 后来就发现中间一定要有个强制休息一下 对啊 对啊 顺便跟你提一下 我们这个校长他真的很认真 我们学校老师在上课 你刚看到简报影片都他自己去拍 简报都是他做的 他都参与了我们所有的行动学习的计划 所以他简报我觉得做的很到位 就我们今年成果报告 我要请我们校长去报告 然后去筹钱 然后又进教室去帮老师拍影片拍图片 所以你刚早上那第一轮的简报 都是我们校长他自己弄的 不是我提供素材给他 都是他自己的 都是他自己弄来的 所以我觉得校长很投入也很重要 那支援他目了好多的平板 那我管理的很辛苦 对啊 好像有老师举手 可以直接开麦克风做询论 对对对 直接说好了 谢谢 可是其实是在拍手 瑞丰国小张凯恩老师说 直播时的架构我不太懂 我刚其实主要不就 第一个一台电脑装三个萤幕OK吗 那第二个就是OBS在做设定 OBS这个刚刚的架构我都给你的 这是我们学校的架构 刚刚跟你说明的这些 我再跟你提一下 我在OBS OK 大家听我讲一下 OBS从头到尾我用到哪里 第一个 背景图跟标题图片是这个 第二个影片跟音乐是这个 第三个学生的照片轮播是这个 那接下来呢 文字加电脑可以设法码灯 我刚刚示范给你过 接下来Webcam在这里 Webcam最少两个你也可以有三个 OK吗 至少两个其实两个够了啦 那三个也可以啊 你接上去 那接下来 这边就是我最常使用的螢幕 显示器截取是螢幕 我随时可以讲 等一下怕我抓右边螢幕抓左边螢幕 中间跟Google Meet 这个啊 对不对 还有中间校长的Word 简报在这里播啊 其他这些我都没用了 这些功能我们刚刚都跟老师介绍过了 那在丁丁女士在播放的时候 这个哦 我在播放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会看着这个播放进度哦 因为我们在Google Meet 在播放 Sorry 我在OBS播放的时候 他都没有声音给我听 所以这其实我是在 在看这个播放里 如果他播放这里来 我就要请司仪 要进到什么 接下来进到下一个节目到这里来 然后我就 我就会赶快再点这里 点这里 又是这个影片的播放 老师了解吗 所以你不觉得这个 哎这个是学生跑马灯 这个 这是学生跑马灯 下面有学生感谢的话 我觉得学生加学生感谢的话 感觉好极了 对啊 学生都觉得这是我的东西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 你用硬体的设备从 一台电脑分成三个画面 那里面的内容 不同的画面 是用软体去设定还是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 就三个萤幕本来在电脑 啊这个地方来 我提一下我提一下 你的萤幕接上去的时候 从电脑这边来按右键 这叫做显示设定 干净吗 放大一点 如果你接三个萤幕 电脑自动会抓到了 来来来 这边就有三个 那点识别 你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左下表个1 一二三 对啊 那这里呢 要选这个哦 延伸 延伸的话就是每个画面不一样 如果你选一跟二画面一样 那就是一跟二是同一个画面 所以我这边有三个萤幕 就有三个不同的 我这边可以开Google Meet的 开简报 开OBS 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在家里工作 我也是两个萤幕 对我来说一个萤幕工作 觉得有点委屈 我们学校每个组长跟主任 校长通通都两个萤幕 工作起来顺多了 不是特别去买萤幕 因为学校的电脑会坏 萤幕都不会坏 我们把它留下来 那新北市说 现在应该说现在新的电脑 都可以支援两个萤幕 一个是HDMI 一个是VGA 那第三个怎么办 你再瞄眼再瞄一眼 这个 这个一个一千块 那如果像你现在看我们直播 这台电脑是我们新北市买的工作站 他可以接四个萤幕 因为他装了显示卡 这台工作站是我们新北市交易局 这次上次电脑交易配报的时候 买给各校每个学校各一台 好谢谢老师 这个老师去找一下就好了 就什么的 USB to VGA而已 我打一下 你要萤幕的话就这样而已 USB to VGA 或是to HDMI 你网上找一下就一堆了 电脑一定是USB啊 对不对 那萤幕呢 就这两种吗 现在不是VGA的HDMI啊 这个转接头大概一千块左右吧 大约啦 来 那如果都问完了吗 麻烦老师填写一下那个客户的回馈 今天我们的研习就到这里 呃我们跟校长就谢谢大家 参与今天的研习 今天的线上线下 呃成绩到五百五百七十个人参加 哦这是一个很棒的研习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大家休息要吃饭了 谢谢校长 谢谢老师辛苦了 谢谢团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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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校长 拜拜 谢谢校长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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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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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